各位同學 讓我們一齊看看 英文科SQ3R的學習方法 首先第一個S是the way 意思是預習或預覽 當我們看一篇文章之前 我們要先看一看 看看會不會有些生字是不懂的呢 然後我們就可以塗字典 又或者老師事先會給你們一些重點的字 你要查了字典 知道那些字的解釋 理解了它的意義之後 然後才開始閱讀那篇文章 又或者我們溫習之前 我們要先預覽一次 我們要準備溫習的材料 第二個是Q Q 即是question 問題 我們在讀文章之前 首先要有一個明確的方向和目的 我們要想一想 估算一下這篇文章 會跟我們說些什麼呢 我們提出一些問題出來 看看會不會在那篇文章裡 會找到這些答案 其實這就是我們老師 經常跟你們做KWL裡面的K和W 在看片文章前 你要先知道自己懂得什麼 以及想要知道什麼 然後才開始去看 同樣如果你是溫習的時候 你要溫習一些材料 你也要想一想 自己對這些材料 譬如你現在要溫Tenses 你對這些Tenses 知道多少呢 你溫習完之後 你想知道 知道多些什麼呢 SQ 3R裡面的第一個R 是Read 即是閱讀 當你看文章的時候 你需要找出重點 你需要找出重點 並且圈著它 亦是隔著一些重要的句子 閱讀完之後 自己就要嘗試寫出重點出來 亦是老師教你KWL裡面的L部分 SQ 3R裡面第二個R就是Remember 即是記憶 看完文章 又或者你將要準備溫習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反覆地朗讀句子 亦都要將裏面需要學的生詞 是背重和串屬的 這個過程是不少得的 最後一個R就是Review 溫習 同學很多時候都會很勤力地溫習 但會留下一個步驟 就是要測試自己究竟認識不認識 我們不只是讀了 大聲讀了 或者看了我們要溫習的內容 就叫做完成了溫習 我們是需要蓋著內容 自己問自己 看看會不會回答 一個很具體的方法就是 就是Look, Say, Cover, Write, Check 大家多嘗試用這個方法 究竟這個方法是怎樣的呢? Look, Say, Cover, Write, Check 這個方法裡 其中第一個 Look 就是畫看 第二個 Say, 就是讀 就是說溫習的時候 要一邊看一邊讀 其實可以自己用手一邊寫 做完這兩個步驟之後 做完這兩個步驟之後 就第三個步驟 Cover 就是把你溫習的內容 自己蓋上去 不再看 然後做第四個部分 就是Write 自己嘗試再寫出來 又或者同學有時可以自己說出來 都可以的 最後就是要Check 要檢查 看回主要的內容 看看自己有沒有漏到東西 是不是記得全部要記的東西 這就是一個最好的溫習方法 每一次溫習完之後 自己都要檢查一下 看看完成了沒有 如果是未完成的話 我們又再由頭來過 直至到自己知道 原來全部都溫好了 都關掉了 那我們就叫做完成了我們的學習了